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是给了 可是人家收得不太情愿呢 我说欧险啊 以后想这样的事 你就别难为我了 自己想表达心情 自己给它不就完了吗 谢谢你啊 苗师傅 没事没事 苗师傅 那 那我上班去了 这什么烂东西啊 你告诉我选 让他自己留着试吧 李河 怎么就坏了呢 空太长 里面全部整理完毕了 好 你们把社长医务整理完了 送进北京 我先去军委会 上 万一同志 你怎么不早说呢 那时 做地下工资 有些情况 都很复杂 当时能证明我的人 都生活在敌后 他们要是证明了我 对他们的工作 生活都不利 况且 我自己 也没法证明我自己 是啊 十四年了 到现在 我也忘了当时的情景 监狱里有我们的人 他让我告诉你 我们是被叛徒出卖的 叛徒提供了七个人的代号 却并没有掌握我们的真实身份 他们不能和我们被捕的八个人 一一对好 所以 有一个人是有机会出去的 就算五八个人都出不去 也要争取 在审讯的时候找出破绽 特务的身份确定 然后 再想办法 把消息传递给组织 我们七个人商量了 我们都招了 换你出去 这不可能 我是你们的领导 怎么能够在 关键的时候 探生怕死呢 正因为你是领导 才需要出去 重新组织地下工作者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抓的是我 这办法不信 他们无信的 我顶替你的代号 让其他同志指认我 你知道自己做的后果吗 西山 别忘了 我是你的爱人 你的夏季 还不能让你们几位同志 都为我牺牲 这太不值了 你冷静点 如果你不出去 长沙地下组织 就全瘫痪了 建立地下组织有多难 你还不知道吗 只有你出去了 才能查出叛徒是谁 因为我们七个人 谁都没有地下党员的名单 你可以通过排查找到叛徒 你不是为自己活命才出去的 是为更多人有希望的活 你出去了 还有营救我们的希望 我们任何一个人出去 都只能救回一条地下救灯鞋 可你出去了 就能救回七条地下救灯鞋 我已经和其他同志说好了 他们都一直通过 为什么不拯救我的意见 组织原则你忘了吗 少数服从多数 你不同意也没用 报报时间到 回 巩咖咐 回饭 这几位烈士同志的身份 到现在都没有人证明 如今 既然有天图同志的证明材料 那我也算是一个证明人 十四年了 我的心里 时时刻刻 都在为这些烈士 不能得到证明 而感到耻辱 和这些烈士 和煎熬 是啊 十四年了 你心里承受的折磨 我能理解 好在我们胜利了 这些牺牲同志的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心了 你也不用被报复了 首长 你快给我任务吧 好 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项呢 是泰山计划 这个工作眼下 秦天亮同志正在逐渐地展开 情况比较复杂 我看的 还是由秦天亮同志 先继续做下去 首长 那个泰山计划 到底是什么任务 还有 昨天晚上听说 跑了一个关键人物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泰山计划 原则上 对你们军管会是保密的 不过你们两个人可以参与进来 具体情况我先不说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抓住那个逃跑的人 首长 我大概猜出来了 是关于老A和天下一号吧 首长放心 我会遵守距离的 但我建议 既然是抓人 就让侦察哥的其他同志 也参与行动吧 也好 我一直担心秦天亮同志一个人忙不过来 这样 阿明啊 走 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一下 来 首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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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吗 我出于以后 奉天图同志的指示 到苏北工作 那个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手 应该没问题 那好 那就让他也参与进来 锻炼锻炼 这第二项工作啊 就是 严天图同志被害的案子 这个案子啊 看上去简单 其实啊 背后的指使者 就是那个老A 第三项呢 就是跟天下一号有关 曼玉同志 我准备 把这个迫在没几案子交给你 首长 请你指示吧 安明 把图拿来 首长 你看 这是严天图同志 在苏联学习期间 从一个德国人手里拿到的 任国民党 签国防部办公大楼的图纸 这还有一点 这是 国防部大楼地下室的图纸 你的任务 就是根据这张图 找到地下室密室的 岸岛机关 从特务们以往的表现看啊 这个地下室大有文章 首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 政见 有人吗 人呢 这不是马处长吗 有什么事啊 想到这儿再来检查一下 处长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 这个地下室的建筑结构图 我们怀疑 这里边可能有暗示 暗示 这倒是有可能的 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经常能听到一些怪东西 怪东西 怪东西 什么怪东西 不好说 有时候像是中岛走动的声音 有时又像滴水声 好 知道了 就是他 这个人可大有文章啊 共产党的高级军工专家 委员长都说过 他一个人可以顶咱们一个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民国二十年 我们就和他打交道 资料室里有他的资料 他是共产党红军时期 关田兵工厂的技术指导 一九三八年 八路军总部成立军事工业科的时候 他又是总部休卸所的技术专家 后来休卸所改成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 黄牙洞兵工厂 他也是技术部官 他参与了五五式 星期九式 不相的研制 是共产党的部官啊 老A指挥的这次行动 是太漂亮了 真正地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 你起草一份电报告 把杀掉共军专家 破坏大陆军工生产的战报 详细报告国防部 明白 十四年哪 真是不容易 是啊 马友谊同志 把一九三六年在长沙被捕 当作组织的秘密 隐藏了十四年 天亮同志 马友谊同志 历史的问题 我代表组织 给你解释清楚了 您还有问题吗 首长 您言重了 我只是想挖出老A 对于马友谊同志 我没有什么个人情绪 他一直是我的上线 我很尊重他 好 我希望你们团结协作 争取早日抓到老A 是 说说那个颜田图的情况 我跟江水舟见过面了 他说对这件事情不知情 不是老A干的 江水舟的话也不能全信 他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双面人 从一开始 他们就对我不信 他们怀疑你是长情 但是呢 他们又想利用你的身份 毕竟 良情同志还在他们的手上 是 都府春很少见我 有什么事 他都让朱铁跟江水舟来干 看来啊 要想查到老A 你先把这个都府春的底摩清了 他们可是老A的手和脚 我想都府春对老A 也并不怎么了解 老A在暗处 这些特务在明处 老A为了自保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是啊 现在 我们对老A 和天下一号 都还了解不清楚 也许攻破一个 下一个自然就会牵出萝卜 逮出你 我想还是得从 天下一号入手 到那时候 我想老A就会险身了 说说你的想法 天下一号是保密局 跟国防部的明争暗斗 也是顾显章和老鹰 争夺指挥权的焦点 我们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 天天啊 你分析得对 我们就是要利用敌人的弱点 卑极左右 都府春跟老A都是顾显章的人 老鹰是孤立的 我想到必要的时候 老鹰肯定想让都府春跟老A 成为他的帮手 现在五人行动小组 被我们控制着 只要好好地利用这五个人 让老鹰就范 老A 不愁他不露头 可是天亮啊 你要做最坏的打算呀 万一老鹰识破了怎么办 所以啊 我想让内线的同志帮个忙 给老A发个假指示 命令他 跟五人行动小组见面 这对于母后来说 任务很坚决呀 但要实施这个计划 有个大前提 就是陈其中 我担心他也能逃到外省 如果在黑市场他找到电台 跟老鹰联系上 那就坏了 红生团长已经安排了 他逃不出重庆 我让王专业安排了 让李和也参加这次 抓捕陈其中的行动 首长 这不合适吧 泰山计划是个秘密任务 如果五人行动小组 被泄露出去 你不用担心 我这样做呀 是两个考虑 一呢 是帮你分担一点 二来啊 也想借这个机会 来清理一下 我们军管会的内部 尤其是你们侦察课 要想抓住老A 你们侦察科 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过硬的 您是在怀疑李和 谈不上怀疑 但是 必要的考察是需要的 那你不想抓住老A 马上到师范时间了 这附近的饭馆 咱们仔细搜查一下 你们往东边 我往西边 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是 走 老板 结证 同志 科长 那个特务到底是谁啊 他是基地派过来的 用的是化名 那抓他是不是跟泰山计划有关 这个任务是王庄园派给你的 秦科长 刚下班啊 既然他没跟你多说 你就没多问 你怎么了呀 长官 您找我 把这张图拍成照片 照片洗好给我 长官 这什么图啊 这是黄金 炸药一响 黄金万两 长官 您真能开玩笑 这明明就是一张图嘛 怎么成黄金了 难不成 它是一张藏宝图 它可比藏宝图贵重多了 它对于我阴谋来说 是一张升迁图 弄好了 我就可以回台北睡大觉 去吧 明白了长官 这什么图纸啊 王庄长 这个我都不知道 不过鹰长官倒是说 炸药一响 黄金万两 汪澜明白了 这就是天下一号紫板的 爆破图纸 他知道 老鹰要行动了 他要想办法 把这张图纸截获了 不能 让它传递到重庆 报告 进来 老鹰有动作吗 是 他准备向天下一号动手吧 他准备向天下一号动手吧 母板没找到他怎么动手啊 这个鹰长官 一定是急于立功 他想拿天下一号的紫板去试 只要他们那边做出动静来 国防部就会把功劳 记在他的头上 这个人太爱出风头了 他想拿天下一号的紫板去试 只要他们那边做出动静来 只要他们那边做出动静来 天下一号就会失控 我们努力了半天 只弄点响动 他这么做太无耻了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我要上报国防部 说他在毁掉天下一号 同时让重庆一号 采取行动阻止他的护卫 但是 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不太了解 就算是重庆的同仁知道了 能阻止他们吗 汪澜知道 此时的顾显章一定在想打老A这张牌 马处长 马处长 我在这儿呢 马处长 小王 有事啊 已经下班了 楼里面有食堂 马处长出去食堂吃呢 还说把你打过来 都这么晚呢 对 我就不在这儿吃了 这儿马上就完 对了 小王 来来来 看到这些记号了吧 我跟你说啊 明天你组织人 把凡是有带有这种标记的柜子 通通跟我移走 我呀 要在墙上动手了 墙 马处长 这墙可是砖石混凝土结构的 坚实实呢 这我知道 这儿的墙是砖石混凝土结构 但是有一些墙是后家进去的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 应该是青砖结构 不那么坚固 先找找看看 来 这样 明天呢 我跟组织反映 你呢 先把柜子都给我移开 等组织上批准了 我们就带人动工 好 首长 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部分 我都查过了 和这张图纸上画得不一样 不一样 怎么 这张图有问题吗 不 图纸没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设计建筑 都和图纸上设计完全笼合 有一些改动 我想 这可能是在当时 建筑施工的时候 临时的一些改动 也有可能是在国民党接受以后 进行了改造 我现在已经把有问题的地方 都标了出来 首长 现在请你决定 是不是把地下室部分进行破拆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把后期改造的新墙拆掉 尽量还原设计图上的原貌 我同意马有余同志的意见 如果不恢复图纸设计的话 我们就没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不同意 如果贸然对地下室进行破拆的话 万一天下一号的机关就在里面 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是啊 天下一号的装置肯定很复杂 万一碰到哪个开关 一下子爆炸了怎么办呀 秦天亮同志说得对 在我们不了解天下一号底细的情况之下 贸然破拆 很可能会冒引爆的风险 我的意思呀 请工兵介入 对地下室所有的装置和结构 要小心谨慎 部队有误 看来只有全部部队 工兵营的同事协助了嘛 嗯 老书长 这个任务由你来负责 是 有没有发现可疑 发现一处已经做了标记 继续干测 是 是 国防部特派员齐军 立临基地 传达上风指示 大家欢迎 各位 齐某现在奉命宣读 对基地顾显章司令长官的加降令 国防部令 是 顾显章指挥得当 领导有方 七下属潜伏重庆期间 击毙共军军工骨干人物 重创共军军被生产和武器研制计划 打击共军军 打击共军士气 助有功绩 特授予顾显章长官 二等云辉勋章 其余有工人员 依三军奖励条例 受予甲种一等光滑奖励 一等光滑奖励 一等光滑奖励 顾司令 你们基地行动不和我们小组通缉 有点不够意思吧 英组长 此言何来呀 我们执行的是潜伏任务 您执行的是天下一号行动 可谓井水河水两不犯 我们刺杀了中共的专家 不会影响您的行动计划吧 长官 这是您要的照片 已经冲序好了 请过磨 过什么磨 姓顾的抢在我前面 把风头都出了 我过什么磨 长官息怒 他把我想做的事都做了 长官 他们是不是把军工厂给炸了 他们的人 把去军工厂工作的武器专家给杀了 兵不血刃 比炸一个军工厂的作用大多了 长官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他让我没有好日子过 我就让他不得安宁 我要见那个姓齐的特派员 是 长官 他 特派员 顾显章的人在重庆搞行动 为什么不通知我 我的五人小组已经潜伏在重庆好几天了 就等着在军工厂搞次爆炸 跑转移共党的视线 趁机对天下一号展开行动 他这么一搅和我还怎么行动 这姓顾的嘴上说京城合作 这不是成亲拆火台吗 你要在重庆军工厂搞爆炸 顾显章知道吗 我的行动都是高级机密 他怎么可能知道 就是吧 他不知道怎么算是猜你台呢 你跟顾司令之间 都是在为反攻大陆做文章 团结还是要讲的 什么你的我的 咱们都是为党国干事 国防部对天下一号行动非常重视 依据国防部指示 要让天下一号提前乍下 共产党正在对岸紧锣密鼓地做攻打台湾的作品 在这关键时刻 如果把重庆断掉 一定会打乱他们的夺岛计划 既然这样 那只能让顾显章的人和我合作 因为他的人对重庆比较熟悉 只要他肯合作 就可以确保天下一号万无一失 好 我这就向国防部汇报 协调你们两家的事 让他们的人配合你的人行动 特别人 那就拜托您了 都是为党国效率 谁怎么你了 还不是你们基地干的好事 白忙活了 黄敬云 你说什么呢 什么叫我们基地干的好事 我是借掉你们小组的 你看我不顺眼我可以走 基地怎么了 我怎么了 汪组长您消消气 黄组长这不是对您 你们不就是看了顾司令长官拿了将奖心理难受吗 有本事自己也去领个功 让谈北也搬你们个国光训生 汪组长 你这是怎么了 我这不是冲你啊 冲不冲我话也要这么说 这是干嘛呢 把我借掉在这儿也不让我干任何活 把我像房贼一样的房着 我还组什么仗啊 汪组长 顾长官他得了奖励了功 现在鹰长官他在那儿 着急上火发愁呢 我就是唠叨了两句怎么了 你至于吗 别冲我来 就好像我知道基地有什么行动 而是故意背着你们似的 我去找鹰长官 这点我没法呆了 汪小姐 怎么气冲冲的呀 鹰长官 有些话咱们得说清楚 请说 鹰长官 您和顾司令长官之间的矛盾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可别把我给卷进去 我借到来你们小组 立功嘉奖的事跟我没关系 反而被你们的人说三道四的 就好像我知道基地有军工厂的行动 故意报告你们似的 鹰长官 你说 我这样夹在你们当中两边的不讨好 我工作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汪小姐息怒 我知道黄宁瑜那小子不会说话 我会教训他的 汪小姐就不要动气了嘛 鹰长官 我算看出来了 我在这儿就是个多余的人 看请长官 放我回基地 你怎么会是个多余的人呢 天下一号小组马上就要行动了 而且是和基地在重庆潜伏的人员合作 你对重庆站的人很熟 我正等着判你大用场呢 要用我的时候就觉得我有用 这不用我的时候 就把我像贼一样的防着 汪小姐玩笑了 我怎么会防你呢 我把下部行动都告诉你了 都是为党国效力 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汪小姐还恨 殷长官 这话可是你说的 从今往后 不妨就把我当成天下一号小组的人 别让我在这边不讨好 顾宿令那边以为我有了外星 两边都不是人 汪小姐 你做的任何功绩 都在我英某人的心里 报告 进来 司令你把我调回来吧 我这天下一号小组太受气了 怎么回事 咱们的人把军工厂专家给暗杀了 他们认为是我知情不报 坏了他们的大事 那就让他们难受去吧 你受了点委屈 全当给基地做贡献了 我这儿有你一笔 是 是 3A加密的电报 你来了我就不找郑彤了 交给马然 她知道怎么发 是 司令让你发报 司令她说你知道频率 组长 这是发往重庆的 3A加密的 得用七号 汪组长 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看你把垃圾拿走了 我这儿还有一些 就顺手带过来吧 那行 那您放这儿吧 我可不敢 这万一泄密了 算谁的 是营长官的情报吧 他这个人啊 总是神神秘秘的 你说 咱都被人家赶到这小岛上来了 还能有什么外人啊 是 把你这些垃圾搁这儿吧 我替你一块烧了 好 我靠靠靠靠上厕所上 拉肚子 王总长 劳管你啊 顺手的事 不客气 王长官也来了 王长官 在帮殷长官找文件呢 你来晚了 我这都烧了不少了 就还有这些 要不您拿回去看看 好 你回来了 你接着烧吧 叔叔 我买这本书 等着 叔叔找给你钱 拿好喽 谢谢叔叔 再见 再见 Ну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